大家好,我是小明 我想大家之前已经都已经看过我的视频了 也基本上知道我的一个情况 作为一个加拿大洛基山这边的一个导游民宿 其实我原本做这些视频的初衷 是想带大家看一看加拿大的美景和美食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出不了门 之后也希望能够带大家去看看卡尔家里的一些房地产 看看这边的房子的情况以及价格 本来之前我还会做一些代购 但是因为现在奥特莱斯百货店都已经关门了 所以只能卡在家里了 在做这个视频之前 我想要事先声明一下 我并不是什么移民的中介 所以我对我下面所说的这一些话 都是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 我的目的是希望帮助大家少花钱 甚至不花钱 能够移民加拿大 因为未来加拿大的三年将是一个移民的一个黄金期 加拿大将总共吸引一百万的移民进入加拿大 虽然我这个视频可能会得罪一些利益集团吧 但是因为我在国内也当过移民的产品经理 所以我对这个行业水有多深利润有多高 稍微也是知道一点 如果您是土豪文化体育名人 或者是博士 博士后院士之类的那种高精尖人才 那您可以不用看这个视频 可以直接关了 很多人问我说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要做这些视频 一方面呢 我个人有一些仇富心态 我就看不惯某些人就赚那么多钱 开玩笑 开个玩笑 这不是真的 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在坐在家里 拿着加拿大政府的各种福利 我感觉闲着也是闲着 总观也要为加拿大政府做一些贡献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的一些传统的移民国家 像澳洲美国 都呈现出一种排华反中的一个趋势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 其实希望能够移民到加拿大来 所以虽然加拿大政府 他从来都不会承认 但是这个民族肯定是有配额的 他不可能说是一百万的名额 他都是给中国人 哪怕有五百万来自中国的申请 估计能够给个十万给中国人的话 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因为加拿大 这倒不是种族歧视 因为这是加拿大 它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国家 多元化的社会 它要吸收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移民 它不可能去做事 一个族群会变得特别庞大 所以虽然有一百万的名额 但是大家移民还是应该要趁早 可能是因为之前我有些南方口音 所以普通话不是太标准 觉得上字幕 我就觉得自己有点麻烦 或许也许 可能是因为我的表达也有些问题 所以最近遇到很多朋友 都反复跟我询问同样的一些 我已经在视频里回答过的问题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要做一个完整的旅转学 再转工签 直至拿到枫叶卡 全过程的一个一系列的视频 我再说一遍 从今天开始 我会做一个完整的旅转学 再转工签 直至拿到枫叶卡 全过程的一个一系列的视频 手把手 图文并茂地解答大家存在的问题 每周都会更新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订阅转发 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那这样我就也没有 就是花了这么多时间 去做了这么多的研究 询问了这么多的人 然后做了这个视频 好不好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您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我尽量回答您的问题 或者说您也可以加我微信 您不需要问我说 可不可以加我微信 您可以加我微信 没有问题 好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 这个表的上半部分 说的是封闭式工签 也就叫做海外雇主担保移民 这是现在大部分中介 所推荐的一种移民方法 道理很简单 价格比较贵 利润比较高 它的好处也非常明显 就是它的速度非常快 大概在两年到三年之内 就可以成功 但是呢 它的缺点也有几项 第一呢 它会有一个极低的风险 就是万一你碰到 你在移民当中碰到 这家公司破产 或者说是被移民局调查 因为大家必须明白 这个海外雇主担保移民 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个雇主在整个加拿大 他都找不到一个符合 他要求的人 看谁谁不顺眼 就是说他就偏偏看中你了 所以要把你给招到加拿大来工作 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高 所以99%其实都是假的 都是中介付了钱 然后让公司去主观的去创造了这样一个工作 然后把你给招进来 当然公司的目的也是在于赚钱 对不对 不过我不是说这个不可信 99%的人还是很顺利 很成功的拿到了枫叶卡 只是说万一如果出现了任何问题的话 那就是说就比较痛苦一点 是存在这样的风险 当然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低的 好吧 一般大部分人99%都是拿到的 没有问题 好吧 第二个他的缺点 就是他是一个固定的雇主 还有固定的合约 所以你在这个当中不能够跳槽 不能够找其他的地方 这是一个缺点 然后第三个缺点 就是说最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他的价格贵 大概要50万到100万之间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开放式工签 开放式工签呢 就是我们经常要讲的 旅签 转学签 再转工签 转枫叶卡 说的短一点 就是旅转学 他的缺点 第一个 也是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速度慢 大概是要到四年到五年的时间 但是呢 他的优点也很明显 首先第一呢 他是没有风险 完全合法的 第二个呢 他可以换工作换雇主 只要你高兴 您随意 你马上就可以炒老板的鱿鱼 一点问题都没有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好优点呢 就是他全程可以DIY 他全程可以做到零中介费 即使呢 你非要找中介 你说啊 这个东西很讨厌 太麻烦了 我不高兴做 那他的中介的费用呢 也是极低的 好 我们看这张图啊 这张图就 告诉大家 整个的 您的一个过程 首先呢 您要在中国 取得的一个加拿大的旅游签证 接下来呢 当然就是买机票 抵达加拿大 再下来呢 就申请一个 三到四个月的 短期语言课程 反正就是这些课程 一定要是少于六个月就行了 因为您在加拿大的 合法滞留期只有六个月 等您的这个 短期的语言课程 毕业了之后呢 然后您可以再申请 六个月以上的 长期语言课程 或者说 当时您的英语 已经达到足够高的水平的话 那您就可以直接上 大学的课程 当您进入了语言课程 或大学课程之后呢 您接下来 就到了第二排 就可以开始申请 学生签证 然后到了申请 学生签证之后呢 就分为两个步骤 可以分为两步走 第一个呢 您毕业之后呢 可以申请一个 工作签证 申请了工作签证之后 就开始找雇主 开始了一个全职工作 最后工作一年之后呢 然后加入申请省提名 然后最后拿到一个封业卡 或者说呢 您也可以看下面一排 红色的箭头 也就是说 在您申请完 学生签证之后呢 您可以申请您的配偶 到加拿大来 而且呢 您的配偶是可以直接拿 开放的工作签证 而且您的子女呢 可以免费就读加拿大的大学 而且在18个月之后呢 他还可以拿到加拿大的 一个牛奶精 之后呢 如果您的配偶 他的英语比较好 工作能力比较强的话 他就可以变成一个主申请人 他在工作一年之后呢 就可以申请一个省提名 然后拿到枫叶卡 等他拿到枫叶卡之后呢 他就可以 然后再帮您办一个 加拿大的团聚移民 然后这样的话 就可以达到你们 全家移民加拿大的一个目的 如果你走红色的线的话 那肯定他的速度 还是会比蓝色的 会更加快一点 那我们看完了 以上的路径图 都是以省提名为基础的 那很多人就会问 到底应该去移民哪一个省 人口最多 经济最发达 比如说温哥华的 布列迭哥伦比亚省 多伦多的安达略省 肯定都是已经被人挤破头了 移民政策一定是非常紧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 而那些经济很差 地理位置不好 天气又恶劣的地方 移民条件就相当的宽松了 比如说曼尼托巴省 萨斯卡车温省 还有东边的海洋四省 我所在的卡尔加里市 是阿尔波塔省的第一大城市 也是加拿大英语区的第三大城市 它是仅次于温哥华和杜伦多 现在除了海外雇主担保之外 目前大部分的中介 他都会推荐一个曼省移民 我们下期视频就将详细比较 阿尔波塔省和曼尼托巴省的移民的区别 谢谢大家关注 拜拜